心碎的夜 雨点轻下我眠 难过女人 埋葬着我思念 各位一定会问我 为什么再拿这首歌歌透海的欧阳人的粤语版来唱 因为我今天真的很心碎啊 所有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 我是靠这首歌歌透海的欧阳人的改编乐语版 成为这个优质音乐创作者 而我这个改编的视频曾经是有六十多万的播放率 可是两天前发生一件事实在令我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因为我这一首作品竟然被这个平台下架了 原因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啊 最近我去想看一看我这个视频 有没有降流量吗 虽然已经过了一年 但是它还是会慢慢慢慢降的嘛 而我这个视频的前面 还有几个不同的视频 都是在讲啊 我怎么样把这一首歌改变的 所以我有足够的证据 说明这个粤语词是我自己的作品 但是你看到了 现在这个香港填词可可脱海的牧阳人 粤语版已经是未通过了 而理由是很有被投诉 有些人成分探版权的内容啊 鱼岁申诉请提供以下内容 当然是要那个视频的连接 还要身份证明啊 证据等等 我可是马上准备所有资料 还发了一个电邮给他 还详细讲出我遇到的问题啊 询问怎么样可以重新上架 我还附上我唱作的证据啊 你放那个录音的档案啊 还有其他网红啊 翻唱我的歌词的视频 就希望平台能还我一个公道 可是维护不是说我的改变歌词成全啊 而是说我成了可可脱海的牧阳人 这首歌的旋律啊 因为平台一向都是鼓励我们二度创作的 从来都没有这样子的 经过一番这个电邮的沟通 我知道这个可能也不是这个平台的问题 可能是国家啊 也可能是这个音乐工业的法律 有一些改动 所以我也去看看我其他的平台 比方酷狗咯 那这个是我酷狗的账号 你看到了 这个可口脱海的牧阳人的音频档 也是被下架了 还有我看到不单止我自己的视频 就连翻唱我这个歌词的网文 他们的视频也一片下架了 就是我一向在西瓜 在头条的平台上做视频 就是它跟油管不同 我们这里用人家的旋律做改变呢 做二度创作 也不成问题 因为平台一向都鼓励我们这样做 但是现在看这个情况啊 我们以后做改变 也有很多限迹了 可能我们不能再改变一些很火的歌 这个跟我以前所说的方向 也没有什么违背的 本来我就打算做一些 比较旧的歌曲啊 好像之前的 新鸳鸯蝴蝶梦啊 还有《潇洒走一回》 《热情的沙漠》 这些都是超过三十年的老歌 这样的情况可能版权放 没有这么关注 没有这么留意 这些歌的改变也不一定 还有以后我会避免做一些国内版权的歌 尤其是性歌 可能我多做一些港台的歌啊 或者是英语歌的改变啊等等 因为我也要保护我自己的创作 假如我的改变放在这个平台 没人看 没退战 没收益 那我做了为什么呢 希望大家都支持我 卡罗斯继续为你们改变一些好听的老歌 也希望你们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好了今天分享先到这里了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您关注点赞及转啊 再见